走了要继续纠缠 结果爆发了情杀案 这个是在高雄市林雅区的新光路 这里有一名超商的大业班 吴姓女子 那她上班的期间呢 前男友就来找她复合 结果复合不成 四肢被猛砍了30刀 而且附近的管理员呢 紧急看到之后呢 就拿了高尔夫球杆上前来贺阻 他才收手逃离现场 那其实这两个人会分手 就是因为这个男方 曾经就多次的动手殴打女生 那女方也通报社会局 可是对方还是不把保护令当一回事 7月就跑到了超商下跪求和 被警方逮捕 那8月底才获释 没想到才过了两个多星期 就传出离谱的杀害案件 深夜男子进到超商和女店员 先是爆发口角冲突 接着就被拍到女子 跌坐地上痛得哀嚎 因为对方证实凶器朝他猛砍 虽然试图反抗 但人抵挡不住强劲力量 附近管理员见状 二话不说拿高尔夫球杆 上前喝足 被害女子伤势严重 血流满地救护车抵达之后 一行人赶紧将他台上担架 送一抢救 这个妹妹都在那儿 让我留在 就是没人 嫁出来跟他抬 不然比较可能 台下的手 有点 我肚子要吵 这中间看到我 人家都在庭 人家走 深夜传来女子呼叫声 话破宁静 让不少人再也睡不着觉 但究竟是什么 深仇大恨 让嫌犯杀红了眼 原来两人是钱 男女朋友关系 这起情杀案件 就发生在高雄 林雅区新光路 33岁的余姓嫌犯 疑似求复合不成 趁对方上大夜班时 拿玉藏的凶器朝他四肢砍了 三十刀 第一时间逃到店外求救 直到有人发现之后 男子才仓皇逃离现场 两人的感情只维持三四个月 因为动手成了分手导火线 但男方不罢休 持续跟踪骚扰 实在不堪其扰 五月通报社会局 六月底合发保护令 但他始终不把保护令 当一回事 七月又跑到无姓女子上班的地点 纠缠下跪求和 只好紧急报警 人也被逮捕 直到八月底才获释 没想到短短两个礼拜 六月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